蝦先生問老師 他說他在那幾年 還對國外回來國鄉作息 差不多是110年 成為婚姻一政砂糖局 因為這個土地 差不多20年 不曾經作過 也不曾經過什麼樣的藥物 因為加雄他第一篇作息 所以剛才有一個問題 老師 砂糖局這個稿子 到底是什麼白糖菌 來感念 要怎麼風風 目前看起來 有很明顯的缺客 大家可以注意看 是不是有糖去吃 尤其是一些 葉蛾類 林刺木的一個幼蟲 這種葉蛾類的危害 所以目前看起來 都是這種情形 在柑橘裡面有很多種 很多種鵝 黃獨鵝 小白紋獨鵝 完全都是這個鵝類 林刺木的一個幼蟲 甚至特別柑橘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鳳蝶 這種柑橘的鳳蝶 包括幾個種 五尾鳳蝶 在五尾鳳蝶 剛才的新鵝都出來的時候 他很愛吃 他特別就是在柑橘館頂 因為之前 在柑橘館頂一張 那種 柑橘那種過年 不是水水 那年後 妹妹就 沒有重新鵝 這個五尾鳳蝶 來這裡生 生的糖 柑 柑柑的 然後就把牠抓起來 抓起來去把它刺 然後就看牠這個 從軟到幼蟲 到柑橘 到橙蟲 35天 就犧牲掉一顆 給牠去吃 那麼牠本來會去吃 吃這種 所以你會看到牠 牠有時候 在柑橘館領 看看一下 但是這目前是看不到第一張相比 這個應該是 林刺木的一個 林刺木的一個幼蟲 這大概 應該是這種鵝類 那麼 林刺木的幼蟲 這來給牠吃到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第二張相比 這一點一點這種 甚至有這種黃點 那麼這應該是 這個手臂散 這陣子在運動 在那邊升起來的時候 那麼大概這種手臂 手臂 手臂 這個東西 所以它加下去之後一點一點 黃黃 它黃黃黃 你把柑橘給牠在後面看 那它通常都會去米里 去牠去接這個後面 所以 一頂點頂點 黃黃黃黃黃 那麼它就比較容易呢 如果一個高級的一個標倍的地方 它就會 生生生生生生 所以叫做修拜 我們說的黑鑑 在轉這個黑鑑 這影響到最大的一個大 所以這個 這也是我們在這個管理上 你還要稍微注意的一個這個 這個地方 所以這先讓你知道到 所以這第二下 這應該是這個手臂散 那麼它的一個有條 有什麼蟑螂 第三條上面 這蟑螂的稍微有的撲肉撲肉 這種就是說它的一個什麼東西 那麼這類似的一個刺激室的一個口氣 這類的 他去幫他塑膠還是什麼 那麼他的一個新葉 在信仰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種手臂 或者像這個紅地堂 那麼這種的危害 他也有可能 他也有可能 去出現到這種的這個情形 另外一個更嚴重 更嚴重就是這種有一個叫做鷹蠻 這種算是所謂鷹 鷹 台語說鷹啊鷹啊 這種鷹就是一個一個 總起來的這種 這個精靜 稍微有一點 精靜這種東西 這種我們同鄉的叫做鷹 那麼這種鷹蠻 這種鷹蠻的就是說 他會去給他變成 他會吃過了 那麼他會給他一個 生的男生 或是他還是什麼的 受到刺激 刺激起來他就會到的精靜 大概會 會有一點種種的 所以這種 就是我們這個鷹蠻 鷹蠻 那麼鷹蠻 鷹蠻 這有的他會去告訴他 就是那個 他也是叫做什麼 什麼殺人的 有一種的 這跟鷹蠻蠻 這是很類似的 反正這兩個是 鷹蠻 鷹蠻科的 這種通常有一個 鷹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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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概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 比較嚴重的 他就會有這種 鷹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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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這個 鷹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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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的 鷹蠻 那麼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所以這都是這個蠻蠻 這種 一般來說是 這個 鷹蠻 比較像人在那裡 那裡 鷹蠻 這都會做成黑鷹 這你如果是這段沒有處理好 那這段就是 鷹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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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 那麼都要去處理 處理這種 有的人說 鷹蠻 或是說 這個 這個鷹蠻 鷹蠻 鷹蠻 大概都這一類的 這個 那是 鷹鷹鷹 一種的就是 鷹蠻 那麼像 這個蠟蠻蠻 這樣 一般來說 鷹蠻 有的就是 新鷹 初期的危害就是這樣 QQ 所以你可能在這個 方便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應該是 這個 蟲蠻 這個 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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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 鷹蠻 這個 這個 那麼 萬勒 我們可以 做 像 這個 這個補分類啦 還是說這個分砂 這種新砂盤 藍這個胡法利 這樣起來 還是這個有幾種必達本 阿爸丁 這大概你往這方面來給他 來給他這個輸客 還是說可視性硫磺粉有沒有好 可視性硫磺粉的對這個 對這個業額類那種就比較不好 所以你這可能要稍微做一個處理 那麼這是在農藥的這個部分 你如果說我農藥不要擲 農藥不要擲這段運動也不說很高 你可能要連續擲這種 這個植物的這種礦物油 這種精煉過礦物油 這是一個可以把他保護住 要擲 擲他就能把他控制之後比較好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麼在這方面應該是要小心注意 正常來說 在這段時間都很容易發生 大概比較容易發生 所以這讓我們這位提前朋友 可以稍微做一個了解到 有的人在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你可能有的人說我不要用農藥 當然這也是一個方向 但是農藥有時候就是像 設計農藥是要給什麼人用 就是阿婆這種班大人在用 你若是比較滑滑 你比較接著去噴 那麼甚至呢 用一點點的這個礦物油 正常來說可以用到三百倍 你不要用到重 你用五百倍八百倍 你甚至 這款的薄薄 你去擲 我哪有好 我哪有好 但是 就要很多便 你如果染一點農藥 那麼效果就會好很多 這是在這個 管理上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只有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今天我們來做參考 嗯